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声音 因为这版本不是叶振堂 唐哥在演唱会唱的 昨晚叶振堂的告别演唱会 叶振堂80岁告别演唱会的last song 是全场12000的观众唱这首歌送给唐哥 在电话的时候希望临时嘉宾周海峰 希望唐哥可以记住这个画面 一个人出道55年唱了55年歌 最后在这个气氛之下告别 昨天有风咪好像有风咪儀式 我想也是感动的80岁老人家 其实我真的很惨 我一直都说要去看这个演唱会 但是我终于得到我老婆手朽 但我经常凝聚28、9、30日的星期 我就不知道原来是昨天做的 今早我才发觉 我说你老婆就是这些报纸 昨天晚上做了 那就大了一幕了 因为这个只是一场而已 也是叶振堂第一次在红莞开演唱会 昨天有个嘉宾叫Denis Summer 明年也开了一个告别演唱会 Denis Summer的访问中 夏少生的访问就是说 他们是那个级数的歌手 当然要在红莞开 因为他是那个级数的 其实叶振堂第一次在红莞开 其实我是奇怪 因为叶振堂 现在年轻的朋友 我想就不知道 他当然从来出道 起码在我们认知他的时候 他从来不是偶像级 但是特别在八、九十年代 特别在八十年代 你说红莞刚刚香港经济起飞 红莞开 我想是完全绝对可以在红莞开到演唱会 有余的 那为什么还没开过呢 我想可能性格 根据他所说 很多年预复不了 又或者他自己 不是那么热心 因为如果大家 对八、九十年代的那个 演唱会事业比较熟 其实那时候 他现在过了身 演唱会之父 张耀昏 姚永叔 他基本上 都包了成年红莞那些旗 他又不是赚什么钱 其实根据 我们有时看很多访问 其他歌手 制作商 你打一把 你会说 阿永叔 譬如阿碧 你想开演唱会 他就 你够胆开一开 他就够胆跟你搞 所以很多时候都输钱 没有所谓 开心 赶结人缘 我想叶振唐和唐哥 就不是那些 你老一派人 就真的不同 又没有什么经历人打 所以就错失了 就要去到最后这一 先 我那时候知道 他有这个演唱会 我准备去看票的时候 大把票 没有担心过 没有担心过 没有担心过买票问题 所以昨天到昨天 因为我不知道是昨天 我都觉得 能到 真是make sure 我老婆是说去 不扎营了 没有扭计了 先去买票都未迟 但是昨天林康正有去看 OK 第一 一开售才能买 OK 你昨天这样说 好了 爆不爆 爆 我看 我看 是坐不去植 因为我其实这段片 我cut了他六分钟 他有九分钟 之前那六分钟 其实是比较光猛 正在说话 又风靡又行 我看那个场 我真的觉得坐无虚直 不过多时也就这样 就这样的人 但是我跟大家说 其实我看演唱会 很多时候十足十的演唱会 包括张鹤有演唱会 其实有时候都会有一两行 那些我绝对相信是卖了票 或者拿了票 是不知为何 可能那些嘉宾没有来 或者那些赞助商 不知为何 昨天是爆了 OK 你 虽然很多都是上年纪 那一定是 所以那些人趕着走 那一定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 以我所知 一场演唱会 就输了 就算你很简单 就是舞台 灯光 音响 化妆 简单一点 都输了 两场才有机会 break even OK 虽然说昨天封过麦 但是如果昨天爆了 是否可以再搞呢 我去过 我就自私这样说 你说八十岁够不够 那他说要封麦 就出到这一招 就没得说了 我看到汤忠唱到九岁多岁都这样唱 通常是香港的 那你修歌都尽了开 是啊 因为其实他有实力 昨天你说的演唱会 没看 那些歌你是不是觉得 艺术临障 因为你比较小一点 那当然 都会的 都会的 他又唱了一些英文歌 一开始 因为 都会的 因为叶振堂 他在New Top Roots开始 就跟陈杰玲 大L 阿L 阿Nem 即是辛特洛 威里 那班 我对他的认知 其实就是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头 因为他开始唱《丽的》 其实后来讲了《无线》 嗯 我认为他是 大家有留意 我经常播他的歌 那昨晚有什么嘉宾 很多 陈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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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兰 张德兰 雷安娜 雷安娜 有看到 邵杰昌 鄧建明 刘石燕 刘石燕 刘石燕也好 袁文杰也有去 一齐 就是阿是一族 米雪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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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号声音 刘可都中年号声音 那个是第二阶的 不知道 因为我没听到名字 诶 那些歌都是 应该 即是发挥都 还可以 是啊 如果是这样 可以再试一下 有没有 那些老板 啊 封咪 and call 你说 年纪大些 肯定是 一定 因为 你很难 很难想像 因为譬如我儿子 他们听以前的歌 但他们毕竟都是听 以前的 年轻人的歌 他们的歌是属于老派一点 其实他不是很大 你说80岁 就带谭文凌几年 对吧 带Sam几年 他都是Bang 但是因为那个感觉 就等于我们小时候 是罗文关正杰那些 当然老土一点 叶震堂 当然当然是张国荣 谭文凌凌 就是潮流一点 感戒的 很好听 有些网友 其实可能他们小 其实叶震堂的歌 是别墅一次的 我觉得 都是 香港的软文化 是一个很值得 留下足人 所以他最后都去鸿馆 开到演唱会 我觉得是好的 好了 先讲一下波 因为 已经是打到 这个分组赛的最后阶段 我们不讲 南美国家杯 不是美洲国家杯 我们过多两天 先打多两场 先讲 欧洲国家杯 因为已经去到小组分组赛 昨晚第一次 最后一场 所以他们两场波一起打 未免做马 安排了在三点 今晚也是晚上三点 明晚就是三点和十二点 OK 没有九点了 因为没有全九点的波 终于没有九点 昨晚 其实九点我都不一样 你还没讲一次回去 对不对 最好是十二点 昨晚A组的赛事 苏格兰 苏格兰 真是难破宿命 咦 这么差 三场都 没有办法 那是他的宿命 苏格兰 大家应该有看 他曾经是世界杯 和曾经是欧洲国家杯 都差很少很少 他就可以晉身去十六强 但都晉身不到 昨天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 大家看电视 因为他昨天在打之前他有一分 他有一分 他和了瑞士 不知为什么 是 他昨晚赢得到匈牙利 根本有四分 但昨天他赢不到 还输了 就算他保持到很厚才输 就算他保持没有输到 他也是两分 其实他也是出局 那反而呢 他就拿起了 匈牙利炒 因为匈牙利便得一分 匈牙利才有两场 反而现在匈牙利 绝杀 即是九十九分多 我想说是什么 绝杀 那其实 其实今天长波 我看片段 匈牙利赢得合理的 就是 overall 都是5.5 对4.5 都是好一点的匈牙利 那绝杀他 那匈牙利便得到三分 但又不代表匈牙利 匈牙利 现在又不是出了线 是望天打挂 有机会 又不是太高 又不是太低 因为他又不是输很多 因为分钟要隔离得失口 但是 苏格兰呢 就再一次 分组赛出局 其实 苏格兰比威尔斯好 去了世界杯 决赛周 和欧洲国家杯决赛周 他都出席了十几次 为什麽你出席十几次 都没有一次进入到十六场 这个记录真的不简单 你想想威尔斯 就是2016年 几十年没有去过欧洲国家杯 打到四强 是吧 是吧 起码刺仰一些 好了 另外 瑞士 又是很绝 臨尾 保时被德国追成一比一 那就证明一样东西 德国佬没有先走 如果不然 德国佬 就会跌到小组第二名 其实就差很远的 第二名和第一名 第一名是通常对别人那些 第二名 通常是最佳成绩的第三名 当然不代表淘汰赛 一场还一场 现在我们踢了三场 球 因为昨天打和 臨美追和 德国 七分 瑞士 五分 都一如我们预计的 这是首两名 是 第三名 如果有留意上届 歐洲国家杯 都会觉得匈牙利高一点 是 现在三分 但是匈牙利 一得七求负三 都是很望天打挂的 是吧 看看怎样 有些希望分打得烂了 现在最过瘾就是比利时那组 就是F组 全部三分 全部三分 是吧 好了 另外说到今晚 今晚 我们先看看图 B座赛事 都精彩 今晚西班牙会打 亚尔巴尼亚 意大利会打克罗地亚 西班牙打亚尔巴尼亚 如果西班牙赢 或者和 亚尔巴尼亚就不用管 西班牙一定出线 现在一定出线 西班牙就算输球 他手名出线的机会很大 输球都 但是你不会选输球 气势没那么好 是吧 为什么呢 他输球都是六分 意大利赢球了 现在三分 六分 但是意大利得瑟球是零 他今天赢不赢得到 起码三球呢 因为是输球 西班牙至少输球 要输球 才可以骑上去 所以西班牙高唱入运 但是这个世界上 就是这样 如果他换些后备出来玩 那会不会有 因此而输球呢 所以你不能够排除 我们一度看 今晚一定是看 克罗地亚对意大利 都要留意这边 因为如果 亚尔巴尼亚四分 那两队 意大利又影响了 亚尔巴尼亚和黑罗地亚 因为不一定是九成九 而意大利就算输 如果他不输得多 譬如他现在三分 刚才我们看到 匈牙利也三分 匈牙利负三 他输一球 他都有权出线 意大利是输不奇的 其实他表现两场球 我看了 普通 非常普通 克罗地亚 特别是 你看回两场球 虽然都输 他又 虽然一输一和 他又不是那么差 当然没有前两年那么累 那么硬 但是 意大利会不会放你呢 因为他的目标很简单 他就算打大沉门足球 是这样的乌龟战术 他一分他就稳固 他没必要跟你死过 是吧 所以今晚 今晚就终于 我 就是 不断分一分多 都要看的 可能 不认真 人家 阿尔巴尼亚人也不奇怪 不奇怪 那如果是这样的 就是六分四分 阿尔巴尼亚 是啊 但是 会不会制造到 三分出局 或者四分出局 你最早 现在看哈罗尼亚 如果你赢不到 意大利 你就没什么说 如果赢到意大利 就屌这个人 什么 还有 今晚 阿尔巴尼亚 是跟你死过的心态 嗯 西班牙 老实说 是不会有教练 要对比我专门输的 不会有的 但是 球员自己的心态 屌你 我是不是在手名出现 有时 有时是这样 你想一想 脚去不去都不同 嗯 而且当你很累的时候 你留一口气下场 你会这样的 阿尔巴尼亚不差 今年达得 我们看下去 不差的 第一场输给意大利 都不是输得很肉酸 是 不是输得很肉酸 要输了 十几两分钟入地球 是吧 所以 都可以看看 今晚对西班牙 就看看怎么样 我当然是希望 其实 我的对球是争的 但是为了维护足球正义 我也是希望 哈罗尼亚搞得碰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 你沽名钓鱼 根本就不懂得踢球 完全不懂得踢球 竟然达到世界世界世界杯冠军 你数一下意大利有什么好球的人 我真的数不到一个 极其量 懂得踢球的人 就比阿鲁巴尼亚 比阿鲁 两个 你哪个人都懂得踢球 马电尼说他多厉害 你又多厉害 托迪 托迪都不想办 他就很差 我那时候 我认识意大利人 那时候他们做 特勒奇 一说一开球 他就说 看 我们whole country all italian campaign football 那样 在我旁边 我那时候 在我旁边 在sport department 就拿个球 出来 猜猜猜猜猜猜 其实我都很后悔 那时候 我有个球 我说过 集合了五六十个人签名 哇 古列治 将时当时 当时所有人 巴治奥 祖利 舌高 比利 麦马南 我没做速度 拿我帮回家 放在一个柜顶上 放了十年 没帮武 那些高性 吊里了 没有炒出来 脱皮 波扁 真可憐 Solar Solar 那时候车路士 过来 這兩國對我喜歡 你敢來我就厲害了 雖然我好 但我始終是爭意大利 我爭意大利是原始什麼呢 第一烏龜善信 第二就是1982年去擊敗巴西 我真的很懶惰 都是這樣說有笑而已 意大利 不過近年意大利真的 好一點 這兩年開始好一點 但誰知道大家出來也是這樣 因為我其實有些期望 常常咬罐罐罐罐 例如姨艾莎的兒子 現在杜林的兒子 杜林的兒子 也不是很差 不過法國現在還未看到他們的真相 說實話 他們不需要 你打得好看 上次的河南 打給不出來也可以 不出來也只是一線 浪費機 不過那場其實 我都覺得荷蘭高一點 用那場來講 荷蘭暴雪他認真一點 是的 認真一點 那老實說 你那麥巴比在這裏 你也不認同我 他在這裏 既認住都不認同我 好了 我們先買廣告 我們recall一下大家 我們有豬軟骨 日本的生薑風味 不用雪的 六十八元 就這樣吃就得 加熱吃就更加好 用來送飯送烏冬 一支斑 六十八元 好再去 好了 這一個 就來過季了 如果喜歡喝麥金汁的朋友 二十八元一支 他每一支 就用五個金來炸出來 我以前覺得慢慢 我現在好喜歡喝 有時忍不住喝五支 忍不住喝一支 OK 大家這個是這個 JAL頭等倉的指定供應 因為那個時間有 快要有過季了 要買 就可以上來買 二十八元 OK 好再去 好了 白玉靈芝陳肥燉檸 一百一十八元 關鍵是 檸檬 並不是白玉靈芝 其實白玉靈芝 就不是靈芝來的 我有空跟大家說一下 靈芝和白玉靈芝 但是白玉靈芝也很有作用 那這個沉皮燉檸檬主要就是你喉嚨不舒服 熬夜 咳嗽 一喝就OK了 真的很涼神 神奇得很重要 特別是晚上咳嗽 即夜咳嗽 用熱水開了去 喝一杯 那就舒舒服服服睡覺 OK 再去 好了 這一個 我來不來會買廣告 提醒大家 周街都有不同的麻油 三兩十元 我沒有這三幾十元的東西 OK 這隻鷹芝麻油全香港是SOGO 我可以買,SOGO買,我忘記了,488,我特價的 我現在不能說多少,因為免得別人炸營 夏天通常我們會用這一隻 特別是你有濕疹、皮膚痕 其實我也不會特別說,我們真的好 另外是粉紅色的,還有這隻,買得最多 用開的朋友,現在我們有貨,特價的 上來就可以買,我不說了,免得別人炸營 好,SOGO便宜很多 再去 好了,鸵鶴膜,599元 我沒有說買多少隻便宜 有有有,買6隻便宜,539元 一天吃4粒,是一個月份量 強化關節尾肌,不特別說 特別是介紹老人家 因為每一天你吃4粒,分量等於32隻雞蛋的營養 我越買得多,我就越有信心 當然有些人反應回來 如果你家裏的老人家,或者你自己皮膚有些斑 就可以試試這隻,膝頭膏不夠力 鸵鶴鶴網 下張 這個就是木經硬藥水,780元 雞,上個禮拜,馬先生說,去滴了半瓶 之後呢,說看東西,看得好,那些我不說了 今天另一個網友,Anthony,看看有甚麼說 好,Anthony,今天是否有得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媽媽的滴木經 是啊,她應該半年前做了一次白內障手術 那醫生當時檢查,就說有些黃斑點 是 但是她說做完白內障先 但是聽完由木經硬藥水之後呢 就被她用了,連續用了3隻 是 其實也不是故意去驗的 真的夠期要去驗 那醫生就沒有再說她有黃斑點了 那個就 正常 正常 那她自己的眼睛現在滴了 包括我自己滴了其實 因為我做寫字樓的 那她經常要對電腦 是 沒有這麼意固 就是起碼她眼睛清 那遲些再熱眼睛,看看會不會 又再好一點 再好一點 但是起碼媽媽沒有了黃斑點 就 放心很多 那就不用怕 第二天又要再 再要 花錢不要緊 是怕影響到她的眼睛 是啊 因為你黃斑病都麻煩的 那現在這樣當一個保健 我都保健 就沒有說一天要滴三次這樣 那現在就 一天早晚這樣 兩次OK的 這樣先滴 好啊 恭喜 好 謝謝 謝謝 如果早晚滴 每一隻眼兩滴 一瓶就用一個多月 因為我現在這樣滴 都差很遠 我聽到Anthony的媽媽 本身她有白內障 OK 驗眼的時候 亦都發現 有些黃斑病 那邊 但是不要管 做了那個白內障 做完白內障之後 那段時間 她又開始 還是我們的木經眼藥水 滴的三支 其實可以說得很清楚 這次就不是特別去驗 因為到期到時候去驗眼 醫生就再沒有說她有黃斑病 這個真是重要 打一支針 便宜的一萬幾千 貴的真的一萬幾兩萬元 有時候打了六七支 這個就是我為何這麼推介 這個木經眼藥水 雖然她加了價 但是沒辦法 牛王這麼貴 加上是國禮 一定要一百元美金 但是如果 能達到 還有 你用了一個多月 我覺得OK 雖然 我當然希望她不要這麼貴 但是沒辦法 這些東西 又或者一天 我們 掛多些 脫鉤再掛多 再掛過定 只要一百元美金 現在就七百八十元 OK 好了 繼續上來買東西 休息一會 我們趕快說 一點點其他新聞 你有很多細工事 你變得好嗎 有很多細工事 有很多細工事 沒有想到 我們向電視